因应2050净零排放目标 废弃物资源循环成为不可或缺的路径 为加速本线废弃物的净零转型 王惠美县长率县府团队前往德国 讨查克隆市废弃物处理技术 王县长与环保局长江培根首站拜访克隆市焚化厂 目前克隆市焚化厂配有先进的前处理设施 不仅提升能源转换效率 并设有五阶段空气污染防治程序 使得污染排放值远低于欧盟标准 这些经验特别值得彰化学习 公益频道综合报道